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选倒数的时刻 决战中台湾 民进党锁定彰化来拔装 蓝营的基层是否真的带枪投靠呢 国民党秘书长 廖廖已亲自出马面火 打电话安抚基层一定要稳住 那么针对蓝营基层 是否松动该庭的小应 蔡英文低调表示 这是单纯的选举拜会 请大家不要想太多 主持人还在讲话 马总统突然上台 不请自来的举动 让场面一度很尴尬 总统被晾在台上好几度斜眼看主持人 终于等到了支持时间 出席老旧工业区更新发表会 总统当然主打的是正极牌 三年多来增加了一兆多的债务 可是这个钱不是拿来花掉烧掉的 我们拿来投资基础建设 我们创造的产值是我们投资的17倍 所以我们不是再留子孙 我们是建设留个子孙 强调任内加强内需建设 但却挡不了国民党内部 传作导歌声浪 民讲蔡英文不但会见的国民党籍 田中政长郑俊雄 台17线造势也从彰化出发 拔装意味相当浓厚 拔装的事情 老实讲 其实真的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整个焦点移到 绑装 拔装 这样的政治议题的话 其实会让我们整个台17线是有一些失交 找过去不同阶层的人来支持你 这个有人把那简话说叫绑装 这个是选举常态 请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不想造成当事人困扰蔡英文帮忙缓家 不过国民党可没有这么放心了 民党毕竟让蓝英措手不及 国民党秘书长廖廖宜还打电话给基层安抚 故手蓝天 决战彰化 民党功审略地 国民党紧跟在后急着灭火 就怕蓝操查绿旗 坏了选情 台北报道 台湾到底有没有可能运用电子波来攻击人